大家好,我是乐乐 如果你在德国这几个大城市生活过 一定知道找房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在德国找房子吧 我们的独创秘籍放在末尾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今天我就不区分租房还是买房了 因为重点是一样的 就是越早知道房源的信息越好啦 先最快速的说一说常用的几个找房的方法吧 第一种,在eBay Client on Tiger做一个求房的广告 或者呢,花钱在报纸上登一个求房的广告 第二种,广而告知你周围的所有的朋友同事说你在找房 说不定就有朋友的朋友正在出租或者出售房子 第三种,通过社交媒体 比如Facebook群组啊,微信啊,或者一些论坛找房 以上三种方法,基本都是靠人品 如果这么容易,我今天也不需要做视频了 然后再说第四种,所有人都在用的找房方法 那就是,订阅房地产信息平台的newsletter 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APP通知 这个方法呢,因为所有人都在用,导致竞争极度激烈 而且,放在平台上的房源不一定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好的房源在中介自己的网站就已经被人拿下了 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种方法 那就是,写邮件或者打电话给中介 把你理想的户型地段一系列的找房标准告诉中介 也就是下一个找房订单 接下来就等待中介的回复 当有合适的房源出现的时候呢 大一些的中介会给你发newsletter 小一些的中介就会直接电话或者邮件告诉你 也就是说,当中介得到了一个新的房源的时候 他首先会把这个房源推荐给现有的正在求房的客户 也就是下了找房订单的你 如果他们的现有客户全部都对这个房源没有兴趣 然后他们才会把这个房源发布在平台上 原因很简单,因为平台发广告是要钱的 换句话说,平台上的房源有很多都是已经在中介那里被挑一轮上下来的 OK,解释了这么多,来说说我们独创的找房办法吧 有一些中介,即使你提交了找房订单 他也不一定通知到你,也许因为他特别特别忙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追踪他们的网站动向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插件 这是用来追踪网页变化的chrome插件 只要添加你想追踪的网站 如果网站有一些变化,他就会通知到你哦 打个比方吧 反正也在家里上班 我想住在风景优美的阿玛西旁边 我们搜一搜这附近的中介吧 哇,大大小小还不少呢 我们点进这个网站看看 嗯,专业的样子 直接点他们的unglebot 嗯,他们的确会在自己的网站发布房源 这个时候打开插件 他们有两种提醒方法 一种是通过邮件 另一种是用浏览器直接弹窗 我比较喜欢用浏览器 这里是追踪网页的频率 不需要这么频繁 每天就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点开始追踪 start monitoring 但我比较喜欢点一下peak element 选一下我要追踪的网页区域 也就是看现在蓝线的这块区域 就是有房源的这一块 选好了之后点start monitoring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把刚才谷歌搜到的这块区域的其他中介 都加入追踪名单 想要调整的话 打开插件 点browser 到jobs里面 就可以调整啦 比如我希望频率变得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 或者删除这个网站等等 这样你就可以再有新房源 而且房源还没有登上大平台的时候 就得到最新消息 如果是你喜欢的房源的话 一定要最快速度联系中介 抢先看房哦 如果中介觉得好惊讶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种小网站的房源 别忘了推荐人类一家的频道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觉得有帮助的朋友 欢迎订阅分享点赞哦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